200 廣西日報 百姓養老錢張枕摩頭 聚焦養老金入市三大焦點 2015年7月22日時時體育06徐博趙宇航洩水新華社發今日關注養老金入市新華社記者徐博趙宇航日前 備受社會關注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與結束公開徵求意見 預計將有兩萬多億資金整裝代發進入投資運營 養老保險基金是群蛋索 實現安全高效的保值增值對每個人都具重要意義 記者就公禁門闊紅J點問題採訪了相關部門和專家 焦點1 養老金投資就是炒股 辦法雖然吸出了二十多條養老金投資路徑 但是股市兩字橫是受到了格外的關注 尤其是在近來股市波動較大的情況下 供破難拖掘用漢 於養老金炒股的擴存問題 上海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馬力雪 但發明確規定了投資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營養老金產品的比例 合計不得高於基金資產剩值的百分之三十 意味著養老保險基金投資股票類產品的比例需控制在百分之三十以下 目的也適合理控制投資風險 由於辦法出台時克逢國內股市經歷大跌行程 不少功夫韜浮囂機 喊老金入市是否是政府的托市救市之舉 二方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市場執行官高重繁說 相對於股市數十萬億的資金量 養老金六千億左右的入市規模影響不大 養老金不適用來救市、托市的 它沒有救市的功能 也起不到這樣的作用 多年來 只能全銀行、買國債的養老基金在保障料安全的同時 卻因常年跑輸而隱形貶值 西南政法大學勞動與社會保障法教授洪輝說 保障安全固然重要 但是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人口老齡化的挑戰越來越嚴峻的背景下 實現基金的保障增值同樣重要 馬力說 基金從地方逐級歸集起來需要有個時間過程 不可能很快達到投資比例的上限 且會有個逐步涉水的過程 焦點二 養老金入市會收割散戶 針對養老金入市 還有不少人質疑其是否會在股市中收割散戶 高重凡指出 養老金的入市初衝技 不是為了當股市裡的炮灰 也不是為了賺散戶的錢 高重凡說 在實際運營中 進入股市的基金規模和時點 不是由政府來直接操作的 而是由受權受託的市場機構來具體運作 而證券市場對投資有著嚴格的規定 養老金投資絕不會成為收割散戶的資本大惡 將養老金投資或散戶完全對立起來是不對的 洪輝指出,養老基金時關係到每一個文旦所埋老錢、取資於民、用資於民 其中自然也包括股市中的散戶們 通過穩健的投資操作實現養老金的保值增值能讓所有供增益 新加坡國立大學金融學研究員文華認為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 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入市對於改善市場投資風格 穩定市場情緒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讓老金入市不僅將降低資本市場整體風險偏好 而且投資風格和取向也將多元化 上市公司不再緊緊迎合風險偏好營投資者的訴求 而一未地造高股價,也要加強分紅來迎合機構投資者的要求 這樣長線業績就成為共同追求的目標 這是穩定資本市場的重要力量 對於廣大省戶而言也是重大利好 焦點三 讓老金投資還有哪些方向 除了股市以外 讓老金還有很多投資渠道 馬力說 養老保險基金是群蛋所 最主要的考慮就是保證基金的絕對安全 不能讓老百姓的養命錢出現重大風險 但發明確養老金限於境內投資 主要包括三大類產品 即銀行存款類產品 債券類產品 股票和基金類產品 在各類產品的投資比例上 管理辦法都有嚴格的限制 總的原則是風險低的比例較高 風險高的比例較低 馬力說 養老金運營可以和國家經濟發展目標結合 投入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等具有長期穩定收益的領域 養老基金是保障基金 不是理財基金 更不是風投基金 對極餘資金進行一定的增值保值是必要的 但無論投資什麼一定要堅持安全 第一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處福寧認為 必須明確安全保障、風險防範、責任承擔機制 對此 辦法明確受託機構按治養老基金年度正收益的百分之一 提取風險準備金 如額達到養老基金資產淨值百分之五時可不再提取 專項用於補養老基金理財發生的虧損 理財管理機構從當期收取的管理費中 提取百分之二十作為風險準備金 專項用於補重大理財損失 高重繁說 辦法還提出 托管機構、投資管理機構違反本辦法規定 吸引老基金資產或委託人造成損失的 應當分別對國治的行為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因共同行為吸引老基金資產或委託人造成損失的 應當承擔連大賠償責任 取依法及與處罰外 由受托機構中指其養老基金托管或理財管理職責 五年內不得再次申請 管理辦法明確 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相關機構 也將按照國治的職責、發揮監管作用 對托管機構、投資管理機構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管 人社報新聞發言人李宗說 通過這樣一系列措施,我們相信 能夠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運營是在安全的軌道上運行的 據新華社北京7月21日電